明晨林书豪更新社交媒体 宣布自己回归CBA北京首钢队 北京首钢我回来了 球迷们我们很快就见面了 消息一出 关于林书豪回归北京南南的话题 立刻冲上热搜 可见林书豪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除此之外 林书豪还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 不后悔过去 只替未来而兴奋 我还有很多篮球天赋 看看这条路会走到哪里 北京首钢很高兴回归 感谢所有和我一起踏上这段旅程的人 是的 林书豪正式回归CBA加盟北京南南 根据北京报记者宋祥透露 林书豪能够回归北京首钢 也有很多背后的影情 在他离开CBA之后 北京队一直与林书豪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林书豪也在时刻关注着北京首钢 去年休赛期 双方接近达成续约 林书豪为了NBA梦想 决定离开CBA 2019到20赛季 林书豪也在北京效力 他常规赛出战39场比赛 场区22.3分 5.7篮板 5.6助攻1.8抢断 季后赛出战4场比赛 场区22.8分 4篮板 5.8助攻2.5抢断 无论对比赛的专注度 还是个人数据 球队成绩 林书豪CBA之旅都是成功的 每一个打球的男人都有NBA梦想 更何况林书豪本来就征战过NBA 他也想回到篮球的最高殿堂 2020年9月15日 林书豪宣布告别CBA 他表示 当我要离开中国的时候 我流泪了 可我还是觉得自己有一个NBA的梦想 还有时间打球 那我必须要去追 林书豪随后加入了发展联盟选拔队 后来又加入圣和鲁兹勇士队 2020-2021赛季 林书豪在发展联盟出战10场比赛 场均19.8分 3.2篮板 6.4助攻1抢断 投篮变种率50.5% 三分变种率42.6% 除了林书豪 其余发展联盟得分榜前十的球员 都得到了NBA合同 两个月之后 林书豪就要年满33岁了 这也是他重返NBA的最大阻碍 林书豪说 我花了一年时间去追逐NBA梦想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有远大的梦想 就可能要以薪水为代价 几个月来 我看着其他球员 一个个获得了合同 对我来说 那个机会从未实现 林书豪之前在CBA的薪水 大约为300万美元 但他在发展联盟打球 只有几万美元 大多数人恐怕都不会这样选择 所以林书豪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如今他重返CBA 网上却有人说 混不下去就回来了 其实我们不应该嘲笑 这样有余追梦的人 回归CBA同样是明智的决定 我们也祝愿林书豪 能够在接下来的CBA旅程中 打出精彩的个人表现 带领着北京首方队 在季后赛走得更远